第二边,第一审程序 第一章,高等行政法院通常诉讼程序 第一节,起诉 第104之一条,是用通常诉讼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第105条,起诉,应以诉状表明下列各款事项,提出于行政法院为之 一,当事人 二,起诉之声明 三,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 诉状内一记载适用程序上有关事项,证据方法及其他准备言辞辩论之事项,其经诉愿程序者,并负拒绝定书 第106条,第4条及第5条诉讼之提起,除本法别有规定外,应于诉愿决定书送达后二个月之不变期间内为之 但诉愿人以外之利害关系人知悉在后者,自知悉时起算 第4条及第5条之诉讼,自诉愿决定书送达后,已逾三年者,不得提起 不经诉愿程序即得提起第4条或第5条第二项之诉讼者,应于行政处分达到或公告后二个月之不变期间内为之 不经诉愿程序即得提起第5条第一项之诉讼者,于应作为期间介满后,使得为之 但逾期间介满后,已逾三年者,不得提起 第107条,原告之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应已裁定博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补证者,审判长应定期间先命补证 1.诉讼事件部署行政诉讼审判之权限者 但本法别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2.诉讼事件部署受诉行政法院管辖而不能请求指定管辖,亦不能为移送诉讼之裁定者 3.原告或被告无当事人能力者 4.原告或被告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为诉讼行为者 5.由诉讼代理人起诉,而其代理权有欠缺者 6.起诉于阅法定期限者 7.当事人就以起诉之事件,于诉讼系属中根刑起诉者 8.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复提起同意之诉者 9.诉讼标的为确定判决或和解之效力所及者 10.起诉不合成是或不被其他要见者 7.撤销诉讼即可与义务诉讼,原告于诉状误猎被告机关者,准用第一项规定 8.原告之诉,依其所诉之事时,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行政法院得不经言辞辩论,竟以判决驳回之 9.第108条,行政法院除依前条规定驳回原告之诉或移送者外,应将诉状送达于被告 9.并得命被告以达辩状臣诉意见 9.原处分机关,被告机关或受理诉院机关经行政法院通知后,应于10日内将卷证送交行政法院 9.第109条,审判长任已适于违言辞辩论时,应诉定言辩辩论7日 9.前项言辩辩论7日,据诉状之送达,至少应有10日违就审期间 9.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线 9.第110条,诉讼系署中,违诉宋标的之法律关系虽已转于第三人,于诉讼无影响 9.但第三人如今两造同意,得带当事人承担诉讼 9.前项情形,仅他造不同意者,已转至当事人或第三人得申请行政法院已裁定许第三人承担诉讼 9.前项裁定得为抗告 9.行政法院窒息诉讼标的有遗转者,应及以书面将诉讼系署情形通知第三人 9.诉讼决定后,为诉宋标的之法律关系已转于第三人者,得由受以转人提起撤销诉讼 9.第111条,诉状送达后,原告不得将原诉变更或追加他诉 9.但经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认为是当者,不在此线 9.被告于诉之变更或追加无意义,而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视为同意变更 9.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诉之变更或追加,应与准许 1.诉讼标的对于数人必须合一确定,追加其原非当事人之人为当事人 2.诉讼标的之请求虽有变更,但其请求之基础不变 3.因情是变更而以他向声明代最初之声明 4.应提起确认诉讼,误为提起撤销诉讼 5.依第197条或其他法律之规定,应许为诉之变更或追加 5.前三项规定,于变更或追加之心诉为撤销诉讼而未经诉怨程序者不适用之 5.对于行政法院以诉为非变更追加,或许诉之变更追加之裁判,不得声明不符 5.但撤销诉讼,主张其未经诉怨程序者,得随同终局判决声明不符 5.第112条,被告于言辞辩论终结前,得在本诉系署之行政法院提起反诉 6.但对于撤销诉讼即可与义务诉讼,不得提起反诉 6.原告对于反诉,不得复刑提起反诉 6.反诉之请求如专属他行政法院管辖,或与本诉之请求或其防御方法不相牵连者,不得提起 6.被告以图言之诉讼而提起反诉者,行政法院得博回之 7.第113条,原告于判决确定前得撤回诉之全部或一部 7.但于公益之为互有爱者,不在此线 7.前向撤回,被告以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应得其同意 7.诉之撤回,应以书状为之 8.但于7日得以言辞为之 8.以言辞所为之撤回,应记载于笔录,如他造不在场,应将笔录送达 8.诉之撤回,被告于7日到场,未为同意与否之表示者,自该7日起,其未于7日到场或细以书状撤回者,自前向笔录或撤回书状送达之日起,10日内未提出异议者,视为同意撤回 8.第114条,行政法院就前条诉之撤回任有爱公益之维护者,应以裁定不予准许 8.前向裁定不得抗告 第114之1条,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之事件,因诉之变更或一步撤回,至其诉之全部属于简易诉讼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诉讼程序之范围者,高等行政法院应裁定移送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第115条,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246条,第248条,第252条,第253条,第257条,第261条,第263条及第264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2节,停止执行 第116条,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诉讼而停止 行政诉讼系署中,行政法院认为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将发生难于回复之损害,且有击破刑事者,得医职权或医生请裁定停止执行 但于公益有重大影响,或原告之诉在法律上显无理由者,不得为之 于行政诉讼起诉前,如原处分或决定之执行将发生难于回复之损害,且有击破刑事者,行政法院亦得医受处分人或诉怨人之申请,裁定停止执行 但于公益有重大影响者,不在此线 行政法院为前二项裁定前,应先侦询当事人之意见 如原处分或决定机关以医职权或医生请停止执行者 应违博回声请之裁定 停止执行之裁定,得停止原处分或决定之效力,处分或决定之执行或程序之序行之全部或部分 第117条,前条规定,于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送准用之 第118条,停止执行之原因消灭,或有其他情势变更之情形,行政法院得医职权或医生请撤销停止执行之裁定 第119条,关于停止执行或撤销停止执行之裁定,得为抗告 第三节,言辞辩论 第120条,原告因准备言辞辩论之必要,应提出准备书状 被告因准备言辩论,已于位于就审期间二分之一以前,提出答辩状 第121条,行政法院因使辩论易于终结,认为必要时,得于言辩辩论前,为下列各款之处制 1. 命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本人到场 2. 命当事人提出图案,表册,外国文文书之一本或其他文书,误件 3. 行刊验,鉴定或嘱托机关,团体为调查 4. 通知证人或鉴定人,即调取或命第三人提出文书,误件 5. 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调查证据 行政法院因阐明或确定诉讼关系,于言辞辩论时,得为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处制,并得将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之文书,误件暂留之之 第122条,言辩辩论,以当事人声明起诉之事项为史 当事人应就诉讼关系为事实上级法律上知陈诉 当事人不得引用文件以代言辞陈诉 但以举文件之词句为必要时,格朗读其必要之部分 第123条,行政法院调查证据,除别有规定外,于言辞辩论7日行之 当事人应依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节之规定,声明所用之证据 第124条,审判长开始,指挥集中结言辞辩论,并宣示行政法院之裁判 审判长对于不服从言辞辩论之指挥者,得禁止发言 言辞辩论虚许行者,审判长应诉定7-7日 第125条,行政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 审判长应注意使当事人得为失实上级法律上市当完全之辩论 审判长应向当事人发问或告知,令其陈苏实实,声明证据,或为其他必要之声明及陈苏,其所声明或陈苏有不明了或不完足者,应令其续名或补充之 裴习法官告明审判长后,得向当事人发问或告知 第125之一条,行政法院为使诉讼官系明确,必要时得命司法事务官就实实上级法律上知事项,基于专业知识对当事人为说明 行政法院因司法事务官提供而获知之特殊专业知识,应与当事人辩论之机会,使得采为裁判之基础 第126条,凡一本法使受命法官为行为者,由审判长指定之 行政法院应为之嘱托,除别有规定外,由审判长行之 第127条,分别提起知数宗诉讼西基于同一或同种类知识时上获法律上知原因者,行政法院得命合并辩论 命合并辩论之数宗诉讼,得合并裁判之 第128条,行政法院书记官应作言辞辩论笔录,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1.辩论之初所及年,月,日 2.法官,书记官及通议姓名 3.诉讼事件 4.到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诉讼代理人,辅佐人及其他经通知到场之人姓名 5.辩论之公开或不公开,如不公开者,其理由 第129条,言辞辩论笔录内,应记载辩论进行之要领,并将下列各款事项记载明确 1.诉讼标的之舍弃,认默,自认即诉之撤回 2.证据之声明或撤回,即对于违背诉讼程序规定之意义 3.当事人所为其他重要声明或陈诉,即经告知而不为声明或陈诉之情形 4.依本法规定应记载笔录之其他声明或陈诉 5.证人或鉴定人之陈诉,即勘验所得之结果 6.审判长命令记载之实相 7.不做裁判书复卷之裁判 8.裁判之宣誓 第130条,笔录或笔录内所引用附卷或作为附件之文书内所记前条第一款至第六款事项,应医生请于法庭向关系人朗读或令其阅览,并于笔录内附计其事由 关系人对于笔录所记有意义者,行政法院书记官得更正或补充之 如以意义为不当,应于笔录内附计其意义 以机器记录言词辩论之进行者,其实施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130之一条,当事人,代理人之所在出所或所在地法院与行政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审理者,行政法院认为是当时,得一申请或一职权以该设备审理之 前项情形,其7日通知书记载之鹰到出所为该设备所在出所 第一项禁行程序之笔录及其他文书,虚陈素人签名者,由行政法院传送至陈素人所在出所,经陈素人确认内容病签名后,将笔录及其他文书以电信传真或其他科技设备传回行政法院 第一项之审理及前项文书传送之办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131条,第49条第三项至第六项,第55条,第66条弹书,第67条弹书,第100条第一项前段,第2项,第107条第一项弹书,第110条第4项,第121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4款,第2项,第124条,第125条,第130条之一及民事诉讼法第49条,第75条第一项,第120条第一项,第121条第一项,第121条第一项,第2项 第200条,第207条,第208条,第213条第二项,第213条之一,第214条,第217条,第268条,第268条之一第二项,第3项,第268条之二第一项,第371条第一项,第2项及第372条关于法院或审判掌权限制规定,于受命法官行准备程序时准用之 第132条,民事诉讼法第195条至第197条,第200条,第201条,第204条,第206条至第208条,第210条,第211条,第214条,第215条,第217条至第219条,第265条至第268条之一,第268条之二,第270条至第271条之一, 第273条至第276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4节,证据 第133条,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于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一同 第134条,前条诉讼,当事人主张支持时,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 第135条,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止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任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 第136条,除本法有规定者外,民事诉讼法第277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137条,习惯及外国之现行法为行政法院所布之者,当事人有举证之责任 但行政法院得依职权调查之 第138条,行政法院得嘱托普通法院或其他机关、学校、团体调查证据 第139条,行政法院认为是当时,得使庭园一人为受命法官或主托他行政法院指定法官调查证据 第140条,受诉行政法院于言词辩论前调查证据,或由受命法官,受托法官调查证据者,行政法院书记官应做调查证据笔录 第128条至第130条之规定,于前向笔录准用之 受托法官调查证据笔录,应送交受诉行政法院 第141条,调查证据之结果,应告知当事人为辩论 于受诉行政法院外调查证据者,当事人应于言词辩论时辰诉其调查之结果 但审判长得令行政法院书记官朗读调查证据笔录带之 第142条,除法律别有规定外,不问何人,于他人之行政诉讼有为证人之义务 第143条,证人受合法之通知,无证当理由而不到偿者,行政法院得已裁定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 证人已受前项裁定,经再次通知仍不到偿者,得再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下罚还,并得拘提之 拘提证人,准用刑事诉讼法官于拘提被告之规定,证人为现役军人者,应以拘票嘱托该管长官执行 处证人罚还之裁定,得为抗告,抗告中应停止执行 第144条,以公务员,中央民意代表或曾为公务员,中央民意代表之人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应守秘密之事向训问者,应得该监督长官或民意机关之同意 前项同意,除有妨害国家高度机密者外,不得拒绝 以受公务机关委托成办公务之人为证人者,准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145条,证人恐因陈素质自己或下列之人受刑事速追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 一,证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或与证人定有婚约者 二,证人之监护人或受监护人 第146条,证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据绝证言 一,证人有第144条之情形 二,证人为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师,宗教师,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从事相类业务之人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认词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窒息有关他人秘密之事向受训问 三,关于技术上或职业上之秘密受训问 前项规定,于证人秘密之责任已经免出者,不是用之 第147条,依前二条规定,得据绝证言者,审判长应于训问前或知有该项情形时告知之 第148条,证人不陈明拒绝之原因实时而拒绝证言,或以拒绝为不当之裁定以确定而仍拒绝证言者,行政法院得以裁定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 前项裁定得为抗告,抗告中应停止执行 第149条,审判长于训问前,应命证人个别拒绝 但其应否拒绝有意义者,于训问后行之 审判长于证人拒绝前,应告已拒绝之义务及伪证之处罚 证人以书状为臣诉者,不是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150条,以为满16岁或因精神障碍不解拒绝意义及其效果之人为证人者,不得令其拒绝 第151条,以下列各款之人为证人者,得不令其拒绝 1.证人为当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因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或与当事人定有婚约 2.有第145条情形而不拒绝证言 3.当事人之受雇人或同居人 第152条,证人就与自己或第145条所列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事向受训问者,得拒绝拒绝 第153条,第148条之规定,于证人拒绝拒绝者准用之 第154条,当事人得就应证实时及证言信用之事向,申请审判长对于证人为必要之发问,或向审判长陈明后自行发问 前向之发问,与应证实时无关,重复发问,诱导发问,侮辱证人或有其他不当情形,审判长得依申请或依职权限制或禁止 关于发问之限制或禁止有意义者,行政法院应就其意义为裁定 第155条,行政法院应发给证人法定之日费及履费,证人亦得于训问完毕后请求之 但被拘提或无正当理由拒绝拒绝或证言者,不在此线 前向关于日费及履费之裁定,得为抗告 证人所需之履费,得依其请求御行着给之 第156条,鉴定,除别有规定外,准用本法关于人证之规定 第157条,从事于鉴定所需之学术,计议或职业,或经机官委任有鉴定之务者,于他人之行政诉讼有为鉴定人之义务 第158条,鉴定人不得拘提 第159条,鉴定人拒绝鉴定,虽其理由不合于本法关于拒绝证言之规定,如行政法院认为正当者,亦得免除其鉴定义务 第160条,鉴定人与法定之日费,履费外,得请求相当之报酬 鉴定所需费用,得依鉴定人之请求预行着给之 关于前二项请求之裁定,得为抗告 第161条,行政法院依第138条之规定,嘱托机关,学校或团体臣塑件定义建或审查之者,准用第160条及民事诉讼法第335条至第337条之规定 其鉴定书之说明,由该机关,学校或团体所指定之人为之 第162条,行政法院任有必要时,得救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7日到场辰苏其法律上意见 前项意见,于裁判前应告之当事人使为辩论 第一项臣素议见之人,准用鉴定人之规定 但不得令其拒结 第163条,下列各款文书,当事人有提出之义务 一,该当事人于诉讼程序中曾经引用者 二,他造依法律规定,得请求交付或越览者 三,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 四,就与本件诉讼关系有关之事项所作者 五,商业账簿 第164条,公务员或机关掌管之文书,行政法院得调取之 如该机关为当事人时,并有提出之义务 前项情形,除有妨害国家高度机密者外,不得拒绝 第165条,当事人吴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 行政法院得审卓秦行任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 第166条,声明书正系使用第三人所知之文书者,应申请行政法院命第三人提出或定由举证人提出之期间 民事诉讼法第342条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于前项声请准用之 文书为第三人所知之事由及第三人有提出义务之原因,应是明之 第167条,行政法院任应证之事实重要且举证人之声请政当者,应已裁定命第三人提出文书或定由举证人提出文书之期间 行政法院未前项裁定前,应使该第三人有陈素艺见之机会 第168条,关于第三人提出文书之义务,准用第144条至第147条及第163条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规定 第169条,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行政法院得已裁定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还,余必要时,并得为强制处分 前项强制处分之执行,适用第306条规定 第一项裁定得为抗告,抗告中英停止执行 第170条,第三人得请求提出文书之费用 第155条之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171条,文书之真伪,得依核对笔记或印记证之 行政法院得命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文书,以供核对 核对笔记或印记,适用关于勘验之规定 第172条,无事当之笔记可供核对者,行政法院得指定文字,命该文书之作成名一人书写,以供核对 文书之作成名一人无正当理由不从前项之命者,准用第165条或第169条之规定 因供核对所书写之文字应付于笔录,其他供核对之文件不需发还者,一同 第173条,本法关于文书之规定,于文书外之物件,由与文书相同之效用者,准用之 文书或前项物件,需以科技设备使能呈现其内容或提出原件有失时尚之困难者,得仅提出呈现其内容之书面并证明其内容与原件相符 第174条,第164条至第170条之规定,于看验准用之 第175条,保全证据之申请,在起诉后,向受诉行政法院为之,在起诉前,向受讯问人住居地或证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为之 欲有击破情形时,于起诉后,亦得向前向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申请保全证据 第175-1条,行政法院于保全证据时,得命司法事务官协助调查证据 第176条,民事诉讼法第215条,第217条-219条,第278条,第281条,第282条,第282条之一,第284条-第286条,第291条-第293条,第295条,第296条,第296条之一,第298条-第301条,第304条,第305条,第309条,第309条,第309条。 第310条,第313条,第313条之一,第316条-第319条,第321条,第322条,第325条,第327条,第331条-第337条,第339条,第341条-第343条,第352条-第358条,第361条,第364条-第366条,第368条,第368条,第370条-第376条之二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5节,诉讼程序之停止。 第177条,行政诉讼之裁判需以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为准据,而该法律关系已经诉讼系属尚未终结者,行政法院应已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除前向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征送牵涉行政诉讼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该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征送终结前,得以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第178条,行政法院就其受理诉讼之权限,如与普通法院确定裁判之见解有意时,应已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并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第178之一条,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事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底出现法之一一时,得申请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前向情形,行政法院应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第179条,本于一定资格,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认诉讼当事人之人,丧失其资格或死亡者,诉讼程序在有同一资格之人承受其诉讼以前当然停止。 1第29条规定,选定或指定为诉讼当事人之人全体丧失其资格者,诉讼程序在该有共同利益人全体或新选定或指定为诉讼当事人之人承受其诉讼以前当然停止。 第180条,第179条之规定,与有诉讼代理人时不适用之。 但行政法院得着量情形裁定停止其诉讼程序。 第181条,诉讼程序当然停止后,依法律所定之承受诉讼之人,于得为承受时,应及为承受之声明。 他造当事人亦得声明承受诉讼。 第182条,诉讼程序当然或裁定停止间,行政法院及当事人不得为关于本案之诉讼行为。 但于言辞辩论终结后当然停止者,本于其辩论之才判得宣誓之。 诉讼程序当然或裁定停止者,期间停止进行,自停止中俊施起,其期间更是进行。 第183条,当事人得以合议停止诉讼程序。 但于公益之维护有碍者,不在此线。 前项合议,应由两造项受诉行政法院臣名。 行政法院任第一项之合议有碍公益之维护者,应于两造臣名后,一个月内裁定续行诉讼。 前项裁定不得声名不服。 不便其间之进行不因第一项合议停止而受影响。 第184条,除有前条第三项之裁定外,合议停止诉讼程序之当事人,自臣名合议停止施起,如于四个月内不虚行诉讼者,视为撤回其诉,虚行诉讼而再以合议停止诉讼程序者,以一次违宪。 如再次臣名合议停止诉讼程序,视为撤回其诉。 第185条,当事人两造无证当理由持误言辞辩论7日,除有碍公益之维护者外,视为合议停止诉讼程序。 如于四个月内不虚行诉讼者,视为撤回其诉。 但行政法院任有必要时,得依职权虚行诉讼。 行政法院依前项但书规定虚行诉讼,两造如无正当理由仍不道者,视为撤回其诉。 行政法院任第一项停止诉讼程序有碍公益之维护者,除别有规定外,应自该期日起,一个月内裁定虚行诉讼。 前项裁定不得声明不服。 第186条,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至第171条,第173条,第174条,第176条至第181条,第185条至第187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六节,裁判。 第187条,第187条,裁判,除以本法应用判决者外,以裁定刑之。 第188条,行政诉讼除别有规定外,应本于言辞辩论而为裁判。 法官非参与裁判基础之辩论者,不得参与裁判。 裁定得不经言辞辩论为之。 裁定前不行言辞辩论者,除别有规定外,得命关系人以书状或言辞为陈诉。 第189条,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一论里即经验法则判断是实之真伪。 但别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当事人已证明受有损害而不能证明其数额或证明显有重大困难者,法院应审着一切情况,依所得心证定其数额。 得心证之理由,应记名于判决。 第190条,行政诉讼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行政法院应为终局判决。 第191条,诉讼标的之一部,或以疑速主张之数向标的,其一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行政法院得为一部之终局判决。 前项规定,于命合并辩论之数宗诉讼,其一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准用之。 第192条,各种独立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行政法院得为中间判决,请求之原因及数额具有争执时,行政法院以其原因为正当者,一同。 第193条,行政诉讼进行中所生程序上之争执,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行政法院得先为裁定。 第194条,行政诉讼有关公益之维护者,当事人两造余言词辩论7日无证当理由均不到场时,行政法院得依职权调查实施,不经言词辩论,竟为判决。 第195条,行政法院认原告之诉为有理由者,除别有规定外,应为其胜诉之判决,认为无理由者,应以判决驳回之。 第196条,行政诉讼以执行者,行政法院为撤销行政处分判决时,经原告申请,并认为是当者,得于判决中命行政机关为回复原状之必要处置。 撤销诉讼进行中,原处分已执行而无回复原状可能或已消灭者,于原告有疾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立一时,行政法院得依申请,确认该行政处分为违法。 第197条,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之行政处分涉及金钱或其他代替物资给付或确认者,行政法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之确认代替之。 第198条,行政法院受理撤销诉讼,发现原处分或决定虽属违法,但其撤销或变根于公益有重大损害,经斟酌原告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情势,任原处分或决定之撤销或变根嫌与公益相为被识,得驳回原告之诉。 前项情形,应于判决主文忠誉支援处分或决定违法。 第199条,行政法院为前条判决时,应依原告之声明,将其因违法处分或决定所受之损害,于判决内命被告机关赔偿。 原告未为前项声明者,得于前条判决确定后一年内,向行政法院诉请赔偿。 第二百条,行政法院对于人民一第五条规定请求应为行政处分或应为特定内容之行政处分之诉讼,应为下列方式之裁判。 一,原告之诉不合法者,应已裁定驳回之。 二,原告之诉无理由者,应已判决驳回之。 三,原告之诉有理由,且案件试证明确者,应判命行政机关作成原告所申请内容之行政处分。 四,原告之诉虽有理由,为案件试证尚未真明确或涉及行政机关之行政柴良决定者,应判命行政机关遵照其判决之法律见解对于原告作成决定。 第二百零一条,行政机关遵柴良权所为之行政处分,以其作为或不作为于越权限或滥用权利者违宪,行政法院得予撤销。 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时为诉宋标的之舍弃或认诺者,以该当事人具有处分权及不涉及公益者违宪,行政法院得本于其舍弃或认诺为该当事人败诉之判决。 第二百零三条,公法上契约成立后,情势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示公平者,行政法院得依当事人申请,为增,捡几付或变更,消灭其他原有效果之判决。 为当事人之行政机关,因防止或免除公益上显然重大之损害,亦得为前项之申请。 前二项规定,于因公法上其他原因发生之才产上己付,准用之。 第二百零四条,经言词辩论之判决,应宣誓之,不经言词辩论之判决,应公告之。 宣誓判决应于辩论终结之七日或辩论终结时指定之七日为之。 前项指定之宣誓七日,自辩论终结时起,不得于二星期。 判决经公告者,行政法院书记关英作记载该是由几年,月,日,时之证书复卷。 第二百零五条,宣誓判决,不问当事人是否在场,均有效力。 判决经宣誓后,其主文仍应于当日在行政法院排施处公告之。 判决经宣誓或公告后,当事人得不待宋达,本于该判决为诉讼行为。 第二百零六条,判决经宣誓后,为该判决之行政法院授其基数,其部宣誓者,经公告主文后,一同。 第二百零七条,经言词辩论之裁定,应宣誓之。 终结诉讼之裁定,应公告之。 第二百零八条,裁定经宣誓后,为该裁定之行政法院,审判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授其基数,不宣誓者,经公告或送达后授其基数。 但关于指挥诉讼或别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第二百零九条,判决应做判决书记载下列各款事项。 一,当事人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明文件字号,住所或居所,当事人为法人,机关或其他团体者,其名称及所在地,事务所或营业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其与法人,机关或团体之关系。 三,有诉论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判决经言词辩论者,其言词辩论终结日期。 五,主文。 六,事实。 七,理由。 八,年,月,日。 九,行政法院。 事实向下,应记载言词辩论时当事人之声明及所提攻击或防御方法之要领,必要时,得以书状,笔录或其他文书作为附件。 理由向下,应记载关于攻击或防御方法之意见及法律上之意见。 第210条,判决,应以证本送达于当事人。 前向送达,自行政法院书机关收领判决原本时起,致迟不得于时日。 对于判决得为上诉者,应于送达当事人之证本内告知其期间及提出上诉状之行政法院。 前向告知期间有错误时,告知期间叫法定期间为短者,以法定期间为准,告知期间叫法定期间为长者,应由行政法院书记关于判决证本送达后20日内,已通知更正之,并自更正通知送达之日起计算法定期间。 行政法院为依第三项规定为告知,或告知错误为依前项规定更正,指当事人持误上诉期间者,视为不应规则于己知事由,得自判决送达之日起一年内,适用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申请回复原状。 第211条,不得上诉之判决,不因告知错误而受影响。 第212条,判决,于上诉期间间满时确定。 但于上诉期间内有合法知上诉者,祖旗确定。 不得上诉之判决,于宣誓时确定,不宣誓者,于公告主文时确定。 第213条,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精裁判者,有确定力。 第214条,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对于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计受人者即为当事人或其计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 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 第215条,撤销或贬根源处分或决定之判决,对第三人亦有效力。 第216条,撤销或贬根源处分或决定之判决,就其事件有居数个关系机关之效力。 原处分或决定经判决撤销后,机关需众为处分或决定者,应依判决一旨为之。 前二项判决,如系指债机关适用法律之见解有违物时,该机关即应受判决之拘束,不得为相左或其一支决定或处分。 前三项之规定,于其他诉讼准用之。 第217条,第204条第二项至第4项,第205条,第210条及民事诉讼法第228条规定,于才定准用之。 第218条,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227条,第228条,第230条,第232条,第233条,第236条,第237条,第240条,第385条至第388条,第396条第1项,第2项及第399条之规定,于本节准用之。 第7节,和解。 第219条,第219条,第219条,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且其和解无碍公义之维护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随时施行和解。 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一同。 第三人经行政法院之许可,得参加和解。 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 第220条,因施行和解,得命当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本人到场。 第221条,施行和解而成立者,应做成和解笔录。 第128条至第130条,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第215条,第217条至第219条之规定,于前向笔录准用之。 和解笔录应于和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内,以正本送达于当事人及参加和解之第三人。 第222条,和解成立者,其效力准用第213条,第214条及第216条之规定。 第223条,和解有无效获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得请求继续审判。 第224条,请求继续审判,应于30日之不变期间内为之。 前向期间,自和解成立时起算。 但无效获得撤销之原因之息在后者,自知悉时起算。 和解成立后经过三年者,不得请求继续审判。 但当事人主张代理权有欠缺者,不在此线。 第225条,请求继续审判不合法者,行政法院应以裁定驳回之。 请求继续审判险无理由者,得不经言辞辩论,以判决驳回之。 第226条,因请求继续审判而变更和解内容者,准用第282条之规定。 第227条,第三人参加和解成立者,得为执行名义。 当事人与第三人兼之和解,有无效获得撤销之原因者,得向原行政法院提起宣告和解无效或撤销和解之诉。 前向情形,当事人得请求救援诉讼事件合并裁判。 第228条,第224条至第226条之规定,于前条第二项情形准用之。 第二章,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检议诉讼程序。 第229条,适用检议诉讼程序之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下列各款行政诉讼事件,除本法别有规定外,适用本章锁定之检议程序。 1、关于税捐客真实检设讼,所和客之税额在新台币40万元以下者。 2、因不服行政机关所为新台币40万元以下罚还处分而设讼者。 3、其他关于公法上财产关系之诉讼,其标的之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40万元以下者。 4、因不服行政机关所为告诫、警告、祭典、祭祀、讲习、辅导教育或其他乡类知青微处分而设讼者。 5、关于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以下简称入出国及移民署,知行政收容事件涉送,或合并请求损害赔偿或其他财产上级附者。 6、依法律之规定应适用简易诉讼程序者。 前项锁定数额,司法院得因情是需要,以命令减为新台币20万元或增至新台币60万元。 第2项第5款之事件,由受收容人受收容或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管辖,不是用第13条之规定。 但未曾受收容者,由被告机关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管辖。 第230条,前条第2项第1款至第3款之诉,因诉之变根,致诉送标的之金额或价额于新台币40万元者,其辩论及裁判改依通常诉讼程序之规定,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并应裁定移送管辖之高等行政法院,追加之心诉或反诉,其诉送标的之金额或价额于新台币40万元,而以元素与之合并辩论及裁判者,一同。 第231条,起诉及其他七日外之声明或陈诉,盖德以言辞为之。 以言辞起诉者,应将笔录送达于他造。 第232条,简易诉讼程序在独任法官前行之。 第233条,言辞辩论七日之通知书,应与诉状或第231条第二项之笔录一并送达于他造。 第234条,判决书内知识时,理由,得不分项记载,并得紧记载其要领。 第235条,对于简易诉讼程序之裁判不符者,除本法别有规定外,得上诉或抗告于管辖之高等行政法院。 前项上诉或抗告,非以原裁判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 对于简易诉讼程序之第二审裁判,不得上诉或抗告。 第235之一条,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前条第一项诉讼事件,任有确保裁判间接统一之必要者,应已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裁判之。 前项裁定,不得声名不符。 最高行政法院任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移送之诉讼事件,并未涉及裁判间接统一之必要者,应已裁定发回。 受发回之高等行政法院,不得再将诉讼事件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 第236条,简易诉讼程序除本章别有规定外,仍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之规定。 第236之一条,对于简易诉讼程序之裁判提起上诉或抗告,应于上诉或抗告理由中表明下列是由之一,提出于原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为之。 一,原裁判所违背之法令及其具体内容。 二,依诉讼资料可认为原裁判有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 第236之二条,应适用通常诉讼程序之事件,第一审物用简易诉讼程序审理并为判决者,受理其上诉之高等行政法院应废弃原判决,竟依通常诉讼程序为第一审判决。 但当事人于第一审对于该程序勿用已表示无意义或无意义而就该诉讼有所声明或陈诉者,不在此线。 前项但书之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应适用简易诉讼上诉审程序之规定为裁判。 简易诉讼程序之上诉,除第241条之一规定外,准用第三边规定。 简易诉讼程序之抗告,再审及重新审理,分别准用第四边至第六边规定。 第237条,民事诉讼法第430条,第431条及第433条之规定,于本章准用之。 第三章,交通裁决事件诉讼程序。 第237之一条,本法所称交通裁决事件如下。 一,不符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八条及第37条第五项之裁决,而提起之撤销诉讼,确认诉讼。 二,合并请求返还与钱款裁决相关之以缴纳罚还或以缴送之驾驶之照,继承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汽车牌照。 合并提起钱项以外之诉讼者,应适用简易诉讼程序或通常诉讼程序之规定。 第237条之二,第237条之三,第237条之四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于钱项情形准用之。 第237之二条,交通裁决事件,得由原告住所地,居所地,所在地或违规行为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管辖。 第237之三条,交通裁决事件诉讼之提起,应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竟向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为之。 交通裁决事件中撤销诉讼之提起,应于裁决书送达后30日之不变期间内为之。 前项诉讼,因原处分机关未为告知或告知错误,致原告于裁决书送达30日内误向原处分机关递送起诉状者,视为已遵守起诉期间,原处分机关并应即将起诉状移送管辖法院。 第237之四条,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收受前条起诉状后,应将起诉状善本送达被告。 被告收受起诉状善本后,应于20日内重新审查原裁决是否合法妥当,并分别为如下之处置。 一、原告提起撤销之诉,被告任缘裁决违法或不当者,应自行撤销或贬根源裁决。 但不得为更不利益之处分。 二、原告提起确认之诉,被告任缘裁决无效或违法者,应为确认。 三、原告合并提起起起付之诉,被告任原告请求有利由者,应及返还。 四、被告重新审查后,不依原告之请求处置者,应复具答辩状,并将重新审查之记录及其他必要之关系文件,以并提出于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被告依前向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为处置者,应及陈报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被告于第一审中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请求处置者,以其陈报管辖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时,视为原告撤回起诉。 第237-5条,交通裁决事件,按下列规定征收裁判费。 一、起诉,案件征收新台币300元。 二、上诉,案件征收新台币750元。 三、抗告,征收新台币300元。 四、再审之诉,按起诉法院之审计,一第一款,第二款征收裁判费,对于确定之裁定申请再审者,征收新台币300元。 五、本法第98条之五个款申请,征收新台币300元。 一、前条第三项规定,视为撤回起诉者,法院应依职权退还以缴之裁判费。 第237-6条,因诉之变根、追加、至其诉之全部或一部,部署于交通裁决事件之范围者,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应改一简易诉讼程序审理,其应改一通常诉讼程序者,并应裁定移送管辖之高等行政法院。 第237-7条,交通裁决事件之裁判,得不经言辞辩论为之。 第237-8条,行政法院为诉送费用之裁判时,应确定其费用额。 前项情形,行政法院得命当事人提出费用计算书及是名费用额之文书。 第237-9条,交通裁决事件,除本章别有规定外,准用简易诉讼程序之规定。 交通裁决事件之上诉,准用第235条,第235条之1,第236条之1,第236条之2第一项至第三项及第237条之8规定。 交通裁决事件之抗告,再审及重新审理,分别准用第4编至第6编规定。 第4章,收容申请事件程序。 第237-10条,本法所称收容申请事件如下。 1、依入出国及移民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香港澳门关系条例提起收容意义,申请序语收容及延长收容事件。 2、依本法申请停止收容事件。 第237-11条,收容申请事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为第一审管辖法院。 前项事件,游授收容人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管辖,不适用第13条之规定。 第237-12条,行政法院审理收容意义,蓄与收容及延长收容之申请事件,应讯问受收容人,入出国及移民署并应到场陈诉。 行政法院审理前项申请事件时,得申询入出国及移民署为其他收容替代处分之可能,以供审着收容之必要性。 第237-13条,行政法院裁定蓄与收容或延长收容后,受收容人即得提起收容意义之人,认为收容原因消灭,无收容必要或有得不予收容情形者,得申请法院停止收容。 行政法院审理前项事件,认有必要时,得讯问受收容人或侦询入出国及移民署之意见,并准用前条第二项之规定。 第237-14条,行政法院认收容意义,停止收容之申请为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 认有理由者,应为释放受收容人之裁定。 行政法院认蓄与收容,延长收容之申请为无理由者,应以裁定驳回之。 认有理由者,应为蓄与收容或延长收容之裁定。 第237-15条,行政法院所为蓄与收容或延长收容之裁定,应于收容期间接满前当庭宣誓或以证本送达受收容人。 位于收容期间接满前为之者,蓄与收容或延长收容之裁定,视为撤销。 第237-16条,申请人,受裁定人或入出国及移民署对地方法院行政诉讼亭所为收容申请事件之裁定不符者,应于裁定送达后5日内抗告与管辖之高等行政法院。 对于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为抗告。 抗告程序,除依前项规定外,准用第四边之规定。 收容申请事件之裁定已确定,而有第273条知情刑者,得准用第五边之规定,申请再审。 第237-17条,行政法院受理收容申请事件,不适用第一边第四章第五节诉讼费用之规定。 但依第九十八条之六第一项第一款之规定征收者,不在此线。 收容申请事件,除本章别有规定外,准用简易诉讼程序之规定。 广美中评定序。